还有高雄迹京在前天发生了16岁高职生疑似溺水事中 找了两天 终于发现了灵性高职生 不过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让还有一丝希望的家属难以承受 溺水的灵性高职生呢 12号跟朋友到迹京 因为当地海域是管制区 同伴还劝他不要下水 不过跟朋友买个东西回来就找不到他 怀疑溺水就马上报警 但是呢 发现后送往医院仍旧不治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